暴雨或台风造成的积水情况下 驾驶汽车经常会遭遇车辆预水熄火 甚至在一些低洼的地方 还会出现被水淹没的情况 这时车内外巨大压差 导致无法打开车门 同时电控系统因为进水 很可能会失灵导致车窗打不开 那么唯一的逃生的方法 就只有打破车窗逃脱 安全锤是一种常见的 封闭舱室里的辅助逃生工具 但其本质是 人手用力挥动安全锤 敲打玻璃 这类破窗装置需要一定的力量 如果锤机力度不够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需要较长时间反复锤机 才能够达到破窗的目的 这样就可能耽误逃生时间 如遇翻车等事故 乘客活动受到空间的限制 更不容易湿力挥动锤子 导致安全锤也很难有效使用 那么如何能找到一种 快速省力的破窗方法呢 实验现场带您眼见为实 此次配合我们实验的 是破窗工具测试工程师 李仁华和破窗工具测试工程师 李志刚 汽车车窗常采用有较高抗压强度 和抗弯程度的钢化玻璃 其抗冲击强度为普通玻璃的5至8倍 抗弯强度则是普通玻璃的3至5倍 机械强度大 但钢化玻璃具有一旦被小面积破坏 就会迅速扩大破碎面的特点 安全锤之所以能够破窗 就是利用其圆锥形的尖端 与玻璃接触面积小的特点 在同样的敲击力度下 会产生较大的压强 使车玻璃在该点 受到巨大的外作用力而产生开裂 因此想要让车内人员 可以无需大幅度施力 就可以破窗的方法 就必须找到一种 可以瞬间产生冲击力的机械方式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李仁华实验员 首先使用了弹簧压缩的储能原理 依靠弹簧压缩提供冲击力 将乌缸头弹出 缸头是圆锥形尖头形状 与玻璃接触面积集中成一个点 这样在弹出的瞬间产生很大的压强 从而将玻璃粉碎 那么这个利用弹簧压缩储能的方式 能实现快速省力的破窗吗 我们必须通过实验眼见为实 汽车挡风玻璃的厚度 一般为5至8毫米 所以我们先准备了一块5毫米的钢化玻璃 按照国家标准 钢化玻璃必须能承受一定的冲击 厚度为5毫米的钢化玻璃的可承受载荷 一般在每平方毫米60至80牛顿 随着钢化玻璃厚度的加大 钢化玻璃可承受的载荷也随之增长 那么使用弹簧压缩提供的冲击力 能击破这块玻璃吗 实验开始 厚度为5毫米的钢化玻璃 瞬间就被破窗笔击碎了 毫不费力 接下来实验升级 实验员准备尝试8毫米的钢化玻璃 理论上这块长宽各为1米 厚度为8毫米的钢化玻璃 至少需要5000克的石心铁球 从近2米的高处落下 才有可能砸破 这回实验能成功吗 开始了 开始吧 随着一声清脆的声音 8毫米的钢化玻璃 也瞬间被击破 通过实验 我们验证了 使用弹簧压缩储能的方式 可以击破5毫米和8毫米的 普通钢化玻璃 但是 汽车挡风玻璃 使用的是加层钢化玻璃 这种玻璃是由两层 或两层以上的玻璃胶 相互粘连起来的 其柔韧性和抗穿透能力 都进行了增强 同时 如果车内真的遇到火灾 等危机情况 车内人员惊慌失措 投生环境错综复杂 那么这时 破窗笔的效果又如何 这次破窗笔的效果又如何